哈喽 我是惠惠 今天要给我的花园们 咋一起会一下 我总结了 大概花园的六个常见问题 第一个 天竺葵收到掩护很大 但是叶片绿油油的 这是不开花 什么原因 大致呢分为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呢是品种关系 像大花园有天使之眼 它本来就只有品种在花 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光照不足 第二个 收到削包该怎么做 收到的时候就削包 这个问题不大 谁在把花园摘掉即可 正常养护 后面也开出来了 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在养护的过程当中 出现的消包情况 大概率也是光照问题 我们也是一样的 把它尽量挪到光照好的地方即可 天竺葵出现了黑斧 该怎么做 黑斧呢主要是杆子烂 出现黑色的那种枝叶 这种呢通常是高温高湿引起的 也就是说常见于夏季 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怎么过夏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拉一层遮阳网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直接把它放在屋檐下 可以遮挡住阳光 又有一点透光的环境之下 它还能给你开花 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 一定要避雨 还有就是浇水哈 都不要浇到这个叶子和杆子上 用托盘给它浸盘浸泡 这个就是过夏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这种方式过夏 我们就成活力超级高 第四个 为什么买的天竺葵颜色不对版 我跟你们说哈 天竺葵很多品种都有这种特性 它就是初开的颜色更浅 到后期颜色更深 其二呢跟温度有关 比如大山公冬天的时候呢 它边边会开出白色 尤其冷热交替的越严重 你会发现它颜色越丰富 第五个 天竺葵收到黄叶子 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完全正常养护 该浇水浇水 该干嘛干嘛 一周以后黄的叶子会掉 掉了之后给它清理掉就OK 第六个 为什么垂掉天竺葵 枝条立不起来 看起来像折断了 这个就是垂掉的一个特性 为什么叫垂掉 它就是一定要垂下来 它是适合避管 欢迎们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呢 也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本人看到以后呢 会亲自给大家做回复 各个的花园 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